去年底英國美國研究Omicron 得知傳播力比Delta強太多 也緊急宣布旅遊禁令 甚至至今Omicron家族BA.4、BA.5 被形容完全演化成功 無缺陷 目前為止全世界的疫情看起來 新冠病毒還沒有完全弱化 它的致死力還是比流感來得多一點 至於要多久它才能夠完全 跟一般的流感或感冒一樣的話 大概幾個月或甚至一兩年的時間吧 那時間可能會拖得很久的 一兩年可能還算保守 有其他醫師分析 目前新冠病毒重症率 仍是流感的十倍左右 重症率要和流感一樣低 二三十年都有可能 這個新冠病毒 它跳到人類身上來 已經不像SARS COVID-1這樣子 可以被我們阻絕 然後就跳回動物 然後就不在人類裡面流傳 那SARS COVID-1很明顯 就是已經變成人類的病毒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個新冠病毒的重症 或是我們不預期的一些 比如說兒童腦炎之類的 它還是會在 那所以說 它要真的變成所謂的 完全是比較溫和的一個病毒 還要一陣子的演化 但所謂的演化成功 就是說它已經變成人類的病毒了 持續糾纏演化 前台大醫師林士碧臉書分享 南非觀察從2020年至今的 Omicron BA.4 BA.5 現階段在住院人數 甚至住進家戶病房人數 沒有明顯飆高 甚至死亡人數的波動 都很有限 用常新冠症狀來看 Omicron多次頻繁咳嗽 以及異常疲倦會喘 而去年的Alpha Delta B1株 容易發生肺炎 喉嚨長期干癢 以及不可逆的肺纖維化 醫師拋出隱憂 過去每半年左右 就會出現一株全新變種病毒 算算時間點快要出現 但攻擊會有什麼變化或新症狀 每一人能預判 比如說英國看到VA4 VA5 可是美國看到其實VA2.1 也就是說 也不見得每一支病毒 到每個地方都會造成流行 那亞洲會流行哪一支病毒呢 或者甚至有些新的病毒會出來 都是值得觀察的 不過當然VA4 VA5是一個警訊 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也針對英國確診者分析 雖然BA.4 BA.5崛起 但還沒超過BA.2 而這次Omicron奇特現象 不像過去是某病毒株獨大 Omicron呈現共同成長 病毒變化多端 因為VA4跟VA5它的一個免疫特性 跟VA1跟VA2還是略有不同 所以一定會產生一個就是 已經兩轉陰之後的患者 又再次因為VA4或VA5出現了再次感染 面對為這變種除了口服抗病毒藥 次世代疫苗更顯重要 武器準備好 戒慎不恐懼